太古之时 人们还对药物一无所知 得病之后 不知对症下药 只能等待着死亡 这病痛折磨得我无法入睡 谁能救救我们 我们的孩子们也病倒了 这可怎么办才好 我是神龙氏 请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为你们寻找治疗疾病的草药 您是我们的救星 请您一定要帮助我们 神龙氏来到都广之夜 这里生长着无数奇异的花草 这里的草药真是繁多 我要亲自尝试 并用心去感受他们的能量 找到能治疗疾病的草药 神龙氏拿起一株草药 亲自尝试 却不料腹痛不止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解毒的方法 眼下只能放手一搏了 不成想 这种神奇的叶子 竟然将它体内的毒素排得干干净净 太好了 这叶子居然如此神奇 一定可以造福百姓们的 这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 茶叶 那就是传说中的剑木吧 它连接着天地的花园 我一定要去那里看看 这里可真美 竟有这么多奇异的花草 这是能够治百病的摇草 有了它就可以治好百姓们的病痛了 神农氏 可这点摇草可治不了多少人的病 但你的大爱感动了我 我赠给你这根神鞭 它可以帮助你辨别更多草药的药性 谢谢天地 我会用这根神鞭 为黎明百姓带来福祉的 神农氏拿着神鞭 从都广之野走向更远处 他一路拿着鞭子编满着花草 了解它们的药性 这天他发现了一株特殊的植物 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中药 青蚝 这种植物的叶片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或许是清热解毒的良药 我要将它带回去 神农氏将青蚝搅取出枝 分发给村民们服用 村民们的病情逐渐好转 这些草药真的有效 谢谢您 您给了我们新的希望 这是我的责任 我会继续找到更多的草药 为百姓带来福祉 这天 神农氏发现了一株植物 它的样子很奇怪 就采了一些叶子 放在嘴里咀嚼着 可这 却是夺人性命的断肠草 难道 我要离开人尸了吗 不知道 子孙后代们 是否有足够的草药来应对疾病 这 难道是 清豪吗 情豪素或许有一些毒妇反应的因素 我是组长 有责任第一个施药 他们竟和我一样 以身施药 2UU the winner of the 2015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revolutionized the treatment of some of the most harmful parasitic diseases 2 discovered Atomicinin a drug that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mortality of malaria patients 千百年之后 那株小小的草药竟能帮助这么多人 中医药从神农场白草开始 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 通过继承发氧 发掘提高 一定会造福人类 草木之中 蕴藏着无尽的宝藏 无常白草 寻找良药 以希望后人能够继续探索 为天下苍生带来希望的安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千年 cent 几千 词 语 大家 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